明天立法院教育委員會再度邀請中研院院長翁啟會前往報告 不過翁啟會卻在今天下午向總統府起假 從4月27日一直請到6月3日指總共請28天 他的理由是偵查不公開原則以及為例願務有效運作 願務將由副院長王泛森代理 但總統府認為中研院正值多事之秋 翁院長應該要誠實面對 總統府不能同意 這是有關翁啟會的最新消息